本集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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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收看《车功零签》 身边还有唐忠顺师傅 和我们解构《车功零签》 师傅马上到第十四签 不是一個中籤 也有很多中籤 對,也挺多 其實中籤的空間大 所以不需要太擔心 這個十四籤的中籤 四句詩是這樣的 它說月能佛樂,明天獻 獻法就是一個規律,或者叫天律 第二句是善能,正常,互在養 公道淡泉方寸地,哪有罩雨烈風霜 這個簡單的體會和理解 就是兩句說話 就是天道好玩,上善佛樂 即是方寸之地,你的心 這方寸之地要保持一個 公平公正公開的態度 就算是正道的勢力弱 只要你知道是好的 你也需要堅持,是這個意思的表達 所以有了忠心思想 大家問其他事時 就會有一個原則去參考 其實我發覺很多時候 中籤也好像是 給你一些道理,告訴你 對,看看你能否善加體會 領略到,好,看看求得這支籤 問事大概的空情況是怎樣 都是忠的,不過有一個是空,沒有刺 對,也不會忠得來偏空的籤 不如看看當你求財運,求正財的時候 究竟是怎樣 正財,其實忠是甚麼呢 他就顯示你有資源的 他說越能佛惡,善能就是正常 視乎你水可福州可載州 你做生意,你有資源,善用還是濫用 甚麼是善用呢 培養人才,開拓領域 但如果你等待惡意競爭,以本商人 好像就不太好,對吧 因為公道自在人心 你再財用世大 你做出來的事不得人心 最終的結果都會是貪自便貧 終須不利 所以做生意就要留意這件事 有些不覺得,譬如你詳細大 一起宣傳或減價戰也有 這就不太適宜做 還有會否做生意,譬如求登籤籤 會否好像小小叫你要奉公守法 有的,就是… 你有資源 你資源有,那你就善用才行 但做生意就以財為主 君子求財取之易度 你沒理由走到… 即是說我… 不會出谷 有些是尊利,或者尊利 差不多去壟斷,對,壟斷了 你最好過得自己,過得人 或者你有錢做善事 幫助弱勢社群 比壟斷市場好,大概是這個意思 考取好斷不是不行 不過只可以順利一時 會為將來種種禍金 有兩句話很好 中厚就留有餘地補,對嗎 禍平就養無限天機 不可以全部都是你吃光的 對,就是要留意外的事情 對,就是要留意外的環境 讓人家可以… 有新人、舊人、一代一代替換 正常發展會比較好 好,精彩就是這樣 不求偏才 全籤中第一位看到的空字就是偏才 對,你想想 既然籤文就是這樣的時候 你想善佛惡,也不要說了 即是你能夠善用資源 甚麼是善用呢 就是投資有道,是嗎 就叫善用資源 如果你是太過分去投機取巧 如果短線就不理 中長線當年也未必有利 你能夠手就手 即是你有,有貨在手就別動 沒有就別入 其實就這麼簡單 問題就是… 或者有些人喜歡在他的興趣 不入場就好像… 好像獨隱,不用上獨隱 那你就要限制 喚起錢,輸了就罷兆 又不影響你任何東西 我覺得這個沒甚麼所謂 即是順利當作玩 不是打算發大賣 對,但要你打算… 對,刀仔鋸大樹 我要花大錢,發大賣 一定不行 那就真是輸死未天亮 對,刀仔鋸大樹 記住留意 這一年儘量不要亂入市 絕對人不適宜考慮清楚 限制… 好,看看事業方面 在籍的朋友求得這支籤 同樣都是中的 這個有一個派系的拉攏 是嗎 他們的意思是 即使你在身處派系的紛擾之中 山頭臨立,特別是大機構 是 你要保持中立 不要傾向某一方 心中方寸之地就要穩守 即使風雨飄搖 不要因勢倒 這方勢力強,沒辦法,我要這副 其實就是叫你不好 你只要一個公平公正 所以打到七彩,狂風暴雨 對你也沒有影響 但你要拿著中指 不要隨勢而倒 做這個… 不要做長頭臭 對,劇場就不行了 所以你不需要擔心 不行,我只是小艇 要拍馬頭,不拍就死了 不是的,反而扔轉 不拍馬頭才不用死 因為拍的時候通常是錯的 這支籤就有這樣的提示 說明天道好玩 上線佛樂,對吧 就有這種意思 更加不需要去想 不如現在這裡風雨飄搖 不如我走 走反而不是一個正確的做法 即轉工球燈這支籤 都是叫你不好的人 對…我想轉… 通常你轉工都會有些事情發生 才會… 不開心 多數是這些派系的情況 多數是很多情況 對,不是很平和的環境 要很平和的環境 這支籤就不會給你 所以就告訴你 你自己當然要自求多福 總之你拿定中指 不偏不倚,那就沒問題了 沒錯,大家記住 這件事很重要 就算不是求得這支籤 其實平時拿著中指做人 也是很重要的 我想問求職方面 求得這支籤的話 又會找到工作嗎 這支說明明是中指 我們都可以說 它是偏空的 不過如果是職業的範圍 是一些服務大眾的行業 要向公眾交代 就會比較刺激 如果這些很偏門、專業 很尖章的那些 就不太好 可能是未必可以的 有兩種情況 有沒有說大概有什麼時候 會較容易找到工作 如果是要… 我想要秋天,即下半年 可能要慢慢找 好了,至於姻緣方面 你剛才看過,除了偏材而空 其他全都是中指 姻緣方面又如何 這不是公的籤,而是守的籤 守…問姻緣就… 等吧 對,這真是非常好 對,要等人欣賞 這樣 你等就需要耐心等候 有,主動未必有這麼好的考驗 會否主動更加不好 會否有這種情況 我記得曾經有支簽 也有這種情況 我沒有說主動特別差 但問題又沒有特別好 主動跟不主動一樣 我當然會比較好 但反而已婚者 儘量不要做很重大的決定 包括如果你本身相似有問題 有問題就浪一浪 不要大家增加磨擦 不要將它尖銳化 不是這些都可以 或是要共同面對 譬如要移民、搬遷 或是轉工、轉行 那就不要適宜了 其實這是大的決定 是的,沒錯 不要做這些大的決定 沒錯… 生活的大決定不要做 一做,你的選擇就是錯的 那會否男和女之間的分別大嗎 這個又不是很大 對,因為天氣很公平 不分藍類 總之你自己善用資源 不要隨便做一些… 例如說我有錢 不打工就做生意 那你就糟糕了 類似了 有些兩夫妻同一個行業 買樓同行 打工、肥水、樓別人田 不如人益自己 不如一起來 那就中招了 就吵架了 總之不是將來不行 對,你只要求這支簽 你只要求這支簽 榴槤就叫你守一守 對,求簽只是說一年的事 好了,如果想要駝嬰兒 這支簽又好嗎 駝嬰兒比較難 即是要求這支簽 要求人育小朋友才再淋 不算太適宜 剛才你提到蘭寶 無謂令他自己不開心 兩種,要是蘭寶 蘭寶就算了,沒有而已 有蘭寶就很傷心 這是對的,而且傷心 對,沒錯… 好,再看看家宅方面 家宅方面是中的 這個中的代表有些變故 賞線分 有些東西出現 需要堅定、看定一點 家庭…個人有個人做牆頭草 家庭也可以做牆頭草 一樣就是以靜制動 特別要很多錢的 讀書、海外升學、移民、搬遷 變化就不易了 總之大變化就不易了 包括一個家庭裡的所有成員 都是這樣提 所以你會以靜制動 他一定有東西來吸引你 有很多機會 會激煩你 或者人家會邀請你 而條件你會非常非常吸引 所以這件事比較難 要留意一下 好,自身方面又如何 自身也是,要堅持原則 我現在就確定是這麼多排行李 或者是檢控師 註 fiance、打掃… 我指出、我指出… 我指出的… 你指出、我指出、我指出 我指出,但我指出 我指出… 你指出我指出 我指出,我就指出 我指出了 你指出,我指出 你指出、我指出 我指出、我指出 人扶持就比較難一點 比較難一點 至於健康方面, 求得這支籤又如何 健康也有甚麼 突發性突然感染到, 特別出外 容易有地方性流行時液 先兇後吉, 不用擔心 明白, 既然出門要注意, 要小心 可能有時候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再見 回來第二節的車工零簽 繼續向大家解構這個簽文 接下來是第十五簽 師傅同樣是屬於一支中簽 我記得早幾集說中簽有發展空間 向好或是向差 很大程度可以有掌控 視乎你如何守 但這支簽根據我的看法和經驗 他說中簽是偏空的, 偏下簽 即這支特意是偏下簽 對, 為甚麼呢 因為這些簽文也不會深奧 第一句說虎根池已入山文 已經拿著架材 當然想不斬柴, 一定會找好東西 然後未得之時, 哪處尋 原來出門沒有看往歷 也不是時候 找不到你要入山拿的東西 然後又如何呢 於是選了良才失卻力 對吧 很棒 良才 即是你的斧頭很精緻 很貴重 已經崩潰了 對, 斬崩潰 對, 還要怎樣呢 免費時失事, 選奴精神 最後一句是勸君留住代春林 春已經是來春 還有一年一年 徒勞無功 所以這句是在下年 最後一句是勸君留住代春林 大家會容易理解 有些版本會用獻 貢獻獻 獻字有這種意思 在春流獻賊 要提前會保持實力 等第二年 即是說勸也行, 獻也行 獻就比較大眾化 比較容易理解 如果以後觀眾看到 其他版本說獻也對 我想,其實意思也很明確 看問事的情況 是否很明確 對,一看到… 也很兇 以兇為主 是嗎? 對 但不要緊,你連頭求籤 知道你怎樣?就要陰住 做防風設施 希望殺傷力減至最低 沒有理由駕駛撞傷 所以求籤也有警示作用 經常說懸學是吹吉避兇 大家有個預備的 好,馬上看看 財運方面精彩,就是兇的 對,只能君子代事而動 否則苦根辭異 即是有實力 是嗎? 還有做事 有工具,有齊,各方面都可以 但是是時機未至 只能夠留身以待 勉強做來就免得失事 這八句就是… 我認為這支籤的主題 中心思想就是這樣 所以勉強就怎樣? 看定點 有好資料 不要亂用就浪費了,對嗎? 對,在不適當時做事 真的會…損耗得很大 損耗容易,要積聚就很困難 還有做生意會變成蝕展經 對,倒蝕不只是體力的問題 對,陪了夫人又截兵 所以經營開 其實經營開,有正常的支出 如果有工作,或發展的,一定要付 只不過他就說你不要入山 即是出外再拓展 打算找好東西,但不是時間 即是有甚麼要開拓市場 推出新產品 千萬不要 對,參加競爭 我覺得這不是時候 對,除非你打算沒問題 我大把錢,十億紅厚 這個沒辦法,這個無所謂 但如果你想鋪出去,沒問題 你有收成就一定不行 失望而回 一定會 而且真的有機會會虧 所以這一年,如果你要特意拓展 或新發展 對,就是忍一忍 無謂 守一守 正常早開就做,其實沒所謂 對,簽文也叫你留在下個春天 不可以在下年再問… 對… 記著去再求簽文 不是又要看這支簽文 對 好了,正才就是這樣 編才方面,當然更加兇 對,基本上… 沒有更兇這兩個字 正才也兇,編才不可能刺 是 因為編才不大腦 比較尖尖 只可以說這個… 你苦根池二入山林 或者有本錢,對嗎 對 打算入場,刀子鋸大樹 那怎麼辦呢?輸完再輸,血本無歸 只能夠誤倒可免 是這麼多 所以變成能夠誤倒,那就不兇了 是否能夠忍受呢? 這件事就要靠大家 看不到哪一句是可以… 有沒有些月份季節可以攝一攝 沒有… 是不是?好像四句都不是一個… 是 理想的投機 是 投資的一個季度 對,那句甚麼?選了良財 簽文,我差點覺得應該說選了錢財 對,良財都是錢 對 雖然社會總有跟錢有關 總之就損失了 好,財運就是這樣 事業都不需要看,一定不太好 事業中… 反而是中 比財運好,因為做生意是飯盤的 你打工始終有收入,定身 除非你是擁金為主 擁金制 那些當然會吃虧,因為損耗 但如果是受僱人士 是 都是要小心,為甚麼呢? 小心就是不要太出位 本來你是工作有表現 你表現,別人會上色 然後就提拔,一直上升 但這支簽告訴你,叫你小心 為甚麼呢? 目授於臨,奉別翠之 簡單來說就是槍打出頭鳥 你就要自己盡量修煉 更加不適宜覺得自己有料去轉工 越轉越差 我不轉工,但太過爭取表現 其實也不對 要被人打壓,被人攻擊 總之盡量低調 看不到你的好事,真麻煩 其實你越努力去做,好事就看不到 反而會被人看到不好的事 對 沒錯,因為這支簽是一個 不是可以發胃的簽 所以越表現,別人就會看到你的瑕疵 很不公平,自己會否開心 所以要留意 記住,在職的朋友要低調一點 而且不要轉工 但至於求職,又找不到工作? 求職就比在職 因為在職始終有份工作 你要調節自己的心態 或者處事的態度就可以通過 但你還沒找到工作,對吧? 除非你是低咒,光不成低不咒 你向下望,用委屈來代替胸象 否則如果你不肯委屈,就找不到 打散工那些 可能要先做一下 打散工也是委屈 總之是做一些能力或程度 要撐了幾級,也很委屈 裝備一下自己 如果在這些時候 最重要是裝備自己 看自己能否等待 如果要等錢開飯,就沒辦法 這些事情只是看別人 至於因緣方面 因緣方面就不太多 得不償失,無之餘害怕 有,你還害怕 有,還害怕? 防備騙 也不是時候吧 如果真的認識的話 拍拖也認識一個地片 你拿著… 玩你的斧頭進去 打算開山砍石找好資料 誰知道砍砰刀,對吧? 還要困著,不知如何 騰騰,轉谷花園 你想想男女的感情 沒有就算了 有,你是不是連斧頭也沒有了 我覺得是有這種問題 所以就變成空了,對吧? 你剛才說的,如果沒有的話 就不要在這一年找 但是在拍攝固定關係 固定關係或是已婚 其實感情是有變的 因為她無緣無故向外尋找 有愛無之心 她找不到,但問題是心向了愛 牽涉到兩夫妻的向心性 是…即是離心 所以最後就不太好 無論如何 不要這麼快去做一些什麼決定 冷冷或者用人為的方法 分開一些時間 或者各有各忙,最少來多 就不要每天都對著,會好一點 過了今年,因為來春可能有轉機 女生是否同樣都是一般的 但女生沒有男生那麼厲害 她是被動,守住家園 不是入心生 愛無私心是以男性為主 不過可能女生更容易被握 所以要小心 當然 好,如果真的想要生嬰兒 是否也要避免這年 其實不會浪費精神時間那麼前 我覺得沒甚麼機會 你不如留身以待吧,來春再算 養好身體,記住吧 記住養好身體,這年也要避免 好,家宅方面又如何 家宅中,沒那麼兇 就是家族生意的幾個 就是損失 如果不是家族生意 普通的一般家庭模式 只要不要去做一些… 就是要用錢去公書教學 或者花很大筆錢去做一些… 賣樓… 對,賣樓或是家庭的投資 有些家庭式的投資 那就不太好 除了之外,也沒甚麼很大的意外 好,自身方面求得這支簽有如何 這是防出門有意外 特別是留意秋天 秋天是損尿糧財失卻力 所以會有損耗 出門在外損耗 例如行李不見了 或者去逃避 有些被盜、被劫 或是諸如此類的東西 不算太理想,特別留心 但如果是因公的 也沒辦法 那些可以… 小心一點 公司可以進行營的吧 或者貴重的更新 儘量小心自財物 如果自己外遊、探親 那些秋天就… 可免得免 不宜了,不宜了 好,至於健康方面 求得這支簽又如何 健康就要早上去檢查身體 特別是春天就去做一做 安心點 檢查到沒事就沒事 但可能查不到 查不到也不要緊 有甚麼事,小事也當大事 也要照顧醫生 特別是入秋 下半年就… 有時候有些人頭暈心腥 覺得沒事 自己去買,買些成藥吃 醫生也不看 所以就最好不好 記住,秋天更加要特別 注意自己的健康 好了,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集的車工零簽 我們會和大家再見面 拜拜…